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一部视频中提到莱吉的副连长 名叫Sew Currygan 暂时代理H连的连长职务 尤金斯莱奇与希德·菲利普 则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同乡好友 后来他加入舞团三营K连 成为一名排击炮手 而另一位主人公约翰·巴斯隆 则是二战期间家喻后脚的英雄 他在第二集中的亨德森机场战役中 其所在的重机枪小队 据称击毙上千名日军 他也是当时 为于荣誉勋章与海军十字勋章的获得者 经历了瓜达卡纳尔岛的惨力战斗 海军陆战一致的官兵们得到了修整的机会 达成军舰来到澳大利亚墨尔本 受到了澳洲人民的热烈欢迎 特别是青春洋溢的女孩子们 莱吉和巴斯隆等人 被安排到当地的板球场 住宿修整 陆战队员们迫不及待地离开了营地 扑向墨尔本的街头消遣 酒吧买醉 成为了最佳的秀钱方式 巴斯隆和好友 点了他们所有能说得上名字的酒 混在一起一眼而尽 澳洲军人显然不太喜欢这群蒙军 大大小小的摩擦在所难免 莱吉也没闲着 看上了一位优雅的宗法名女 借着酒劲 跟着她上了有鬼列车 要到了这位名叫斯戴塔的联系方式 转过天来 早上出操的路线队员们 还没从宿醉中清醒过来 扬相百出 因为昨天的酒吧斗殴 普勒上校狠狠训斥了巴斯隆中士 并告诉他 罗斯福董统已经批准授予他荣誉勋章 告诫巴斯隆 应该起到模范表述的作用 菲利普也没闲着 带着刚认识的女孩与他的爷爷见面 恳求获得家人的许可和女孩约会 换散了军纪 让宪兵们忍无可忍 命令这些闲散的路线队员们 老是回营地待着 巴斯隆本想偷走宪兵的吉普车 好友规劝他 还是不要再做出出格的事情 接着 在板球场草坪的授勋仪式上 巴斯隆中士被授为荣誉勋章 奖励他在亨德森机场战役中的勇猛表现 莱姬循着Stella留给了纸条 扣响女孩的家门 Stella和家人都非常欢迎她的到来 用丰盛的晚餐款待着莱姬 引流她在客房过夜 莱姬只要帮他们收拾一下屋顶的葡萄藤就好了 Stella的父母都是逃避战略的希腊移民 女儿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 夜晚来临Stella推开莱姬的房门 互有好感的他们度过了激情的一夜 隔天早上 莱姬在屋顶帮忙收拾着藤蔓 眼下田园木哥的生活给了他片刻的宁静 普洛上校找到巴斯隆谈心 动员他回国做军方的英雄 目击战争债券 巴斯隆一时有些错愕 莱姬和小情人 在田园里度过欢愉的时光 贪婪的抚慰着各自的肉体和灵魂 短暂的平静被Stella朋友战死的消息打破 参加完朋友的葬礼 Stella和家人都很失落 妈妈和莱姬在院子里谈心 祈祷她在战争中平安 莱姬回到营地和战友们一起接到命令 出发拉链 苦逼的乘坐火车来到郊外 带着少许的葡萄干和生米 三天内又行军100英里回到墨尔本 一家人走得脚上起泡 古不堪言 个人难过的是 当莱姬再次找到Stella 女孩改变了心意 尽管她很喜欢莱姬 但不想将来某一天 接到莱姬阵亡的通知 一家人永远地沉浸在痛苦当中 心烦意乱的莱姬喝得明丁大醉 回到驻地接替尿急的查克站岗 又刚好遇到了查哨的柯瑞干上尉 满身酒气的莱姬和他吵起来 甚至拿着枪指着他 于是莱姬和查克被关了数天的禁闭 同时躺在温柔乡的菲利普 也被宪兵叫回去报到 离开之前 他和小女友有了一夜的温存 禁闭结束之后 柯瑞干上尉在掉离H联之前 接见到营参谋部 巴塑隆登上了回家的飞机 与饱含热烈的战友告别 离别总是伤感的 谁也说不清何时能再重逢 摩尔本短暂的休整结束 陆战医师再次启航 投入新的战斗 镜头来到尤金斯莱奇这边 1943年的12月 成为一名排击炮手的他 训战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莱吉和战友们搭乘着军舰 来到格罗切斯特角 甲板上 他们唱着赞美上帝的歌 来庆祝圣诞节 登岛之后第一天 也和在瓜岛一样 没有见到敌人 只看到日军留下的遗弃营地 莱吉跟着巡逻队 搜索敌军的动向 负责殿后的他 独自一人英勇地消灭了 对方四人小队 联名不绝的雨 让每个人心烦意乱 刚又入室的他们 又要面对日军自杀式的冲锋 调往迎参目部的莱吉 不在参加一线的阵地战 而是负责阵线溃败时 销毁机密文件 在重机枪的火力面前 日军的下场只能是火把子 莱吉告诉战友 昨晚冲锋的日军 只是些伤兵 大部分的兵力 被调往了岛上的小镇 拉宝尔 这一百多个自愿冲锋的鬼子 对上一千两百名陆战队员 只是无意义的自杀 莱吉的巡逻队 发现了这些伤兵的营地 搅获了日本军官 遗留的皮箱和手枪 战友吉不森 徒手掐死奄奄一息的日军 脸上的表情 受不出是愤怒还是兴奋 显然他的精神有些崩溃了 莱吉的手枪 让战友们羡慕不已 他们阅读着 以刮倒战役制作的漫画 在漫画中 巴斯隆成为了英雄 回到国内募集债券 收获美女的拥抱 而其他人 还在南太平洋 连绵的雨夜里发霉 在写给维莱的信中 莱吉说 已经两周没有见到日军 丛林和暴雨 成为了他们 现在最大的敌人 中尉拿走了 莱吉的日本箱子和手枪 而当后者找他锁钥时 大言不惭地说 要征用箱子 存放机要文件 其实放的 只是他的私人衣物 而莱吉也索性 把手枪偷了回来 气急败坏的中尉 第二天找到莱吉 把他调去打扫厨房 同时发现莱吉 居然尿了床 军医给莱吉的诊断 是饮尿症 手里也没有合适的 药物治疗 只好建议莱吉 随时保持干爽 这在下雨不绝的小岛 几乎是不可能的 莱吉打扫厨房的时候 发现法国籍的 牌长勒贝克 把枪塞进了喉咙 用这种方式 结束了恶妈妈的生活 随后莱吉和战友们 来到了帕夫府岛 战友朗娜的利己 越来越严重 住处遍地是老鼠和螃蟹 他们不多的遗落活动 有一项是彩票抽奖 奖品则是一张回家的机票 战友查克 发现莱吉的饮尿症 越来越严重 军医只好建议莱吉 去不远的医院休养 来到医院之后 工作人员检查 他的随身物品 没收了刮呼刀片 生气的莱吉拿出枪 把对方吓了个半死 负责主管的心理医生 格兰特告诉莱吉 普通伤号 床不满了 只好安排他 住到精神病院的营区 暂时没收了他的手枪 晚上休息的时候 隔壁床部的午夜上尉 不停的来回走动 让莱吉也难以入睡 尿床的毛病也在犯了 格兰特医生告诉莱吉 很多人为了喝上几杯可乐 吃上干净的汉堡 装病来到这里 而像午夜上尉这样的病后 格兰特医生特别同情 战争让这些人身体上筋疲力尽 精神上备受折磨 更愿意相信他们不是病人 只是累坏了 莱吉也打开了封闭的内心 告诉医生 瓜岛 格罗切斯特角 帕夫福岛 惨烈的战斗和恶劣的环境 让他一直失眠 更私密的一眼是 是莱吉到了高中才断奶 夜里 五夜上尉不停劝服 把护宫打出了血 莱吉叫来格兰特医生 帮他们把南城的五夜上尉 抬到单独的牢房 在这里他见到了 曾经的战友吉普森 后者之前 打算偷一架飞机回家 计划失败后 又想自杀 莱吉找了格兰特医生 把那把手枪送给他 以欢德早点归队 临走时 他和吉普森告别 在这场戏里 我们可以看到 吉普森已经彻底的崩溃 怕是很难从伤痛中走出来 在陆战医师经历的这些苦战中 重机枪和炮弹的威力猛烈 血肉之躯 显得无比脆弱 这些战士们 不仅需要和疯狂的日军交战 还有熬过恶劣的天气 丝毫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紧张 焦虑 恐惧 无时不刻包围着战士们的内心 也难免会出现 将吉普森封掉 法国级排长 三四两集的内容 欢迎收看并订阅我的频道 后续的太平洋战争每期视频 我会优先发布在VGNAPP 各位观众想追根的话 可以下载VGN 感谢支持 我是张幻长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